10万公里没有换正式皮带 到底有什么影响 朋友们 我身后啊 这台奇瑞瑞虎5 10万公里 10年没有换正式皮带 现在它的发动机就已经顶刚了 什么叫顶刚啊 就是发动机皮带断了之后 里面的零件互相打架了 我马上把发动机拆开 给大家看一下 到底坏成什么样了 要修多少钱 这辆车它在高速上面啊 跑着跑着 突然发动机一下就熄火了 再也打不着了 那么客户当时给我拍了视频 我第一反应就知道 是正式皮带断掉了 拆下火花塞 接上这个钢压表 打火 都发现已经没有压力了 就说明里面的气门已经顶了 拆开发动机的正式罩盖 大家可以看一眼 这款车的正式皮带 是一个通病 大家可以看一下 皮带上面的这个尺已经磨没了 把这个都已经磨吐了皮了 看到没有 这个车按道理来说 是六到八万公里就必须要更换皮带 这车十万公里 十年了没有换皮带 所以说它就导致了这个正式机构的跳尺 很多朋友单纯的以为皮带断了就换一根新的就可以 但是事实没有这么简单 正式皮带断了之后发动机它会顶缸 我给大家看一下 就是这个气门 大家可以看一下 气门它和活塞发生碰撞之后 就导致它关闭不严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么大的缝隙 正常情况它应该是全封闭的 现在这气门都已经封不严了 所以说气缸压力也就没有了 没有气缸压力 那么发动机自然打不着火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个就是气门 因为皮带断了之后 发动机还高速运转 所以说气门与活塞会发生一个碰撞 导致这个气门弯曲 气门与活塞发生碰撞之后 关闭不严了 所以说必须要更换这16根气门 更换气门简单不说 但是还要进行这个气门座圈 气门导管 气门游风的一个更换 因为气门座圈已经稍变形了 气门导管的间隙也变大了 所以说趁着这个更换气门的间隙 也一并给它更换掉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是新的气门已经拿回来了 新气门装上去之后 它是严丝合缝的 不会有一点点的缝隙 现在看到的是这个气门弹簧 气门摇臂和这个液压顶筒 装上新气门必须要检测气门的密封信 咱们给它倒上一点柴油 就能看到 如果说气门密封不好的话 柴油是会泄露的 像有的车修了发动机之后 动力没有以前好 很有可能是因为这个气门没有研磨好 导致气缸压力不够 这是发动机的两根突轮轴 这是排气的 这是进气的 通过这两根突轮轴来控制气门的开合 现在看到的是发动机的钢体 刚才那个钢盖就是通过螺丝和这个钢体进行一个连接 钢盖上半部分已经全部组装完毕 大家觉得是不是有点麻烦啊 一根皮带断了要拆这么多东西 没有办法 因为这种正式皮带断了的话 它的影响是比较大的 不光只是换一根皮带就能解决问题 发动机上半部分和下半部分 它们之间的速度是靠正式皮带来固定的 皮带一旦断了的话 上下的速度不一样 就会导致里面的零件互相打架 大家可以看到非常简单 钢盖已经装好了 这边这个工具是用来卡住两个突轮轴的 下面用这个工具来卡住这个曲轴 然后再挂上这个皮带就可以了 上下的位置就靠这个正式工具来固定 现在已经全部装好了 此车维修费用总计3500块钱 你们觉得贵吗